今天我讲努尔哈赤 那么努尔哈赤是1559年生人 出生地点在赫图阿拉 赫图阿拉这个地方翻译成 用漫语现在说就是平顶山 就是一个小山豹 从电视上我们也能看过那个场景 非常小的一个地方 那么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 就因为他的父亲和祖父被明军杀了 他以祖父留下了十三户衣甲起兵 开始反明 当时由于他自己的势力非常弱小 他开始吞并自己周边的几个女帧部落 也就是建州女帧 海西女帧和野人女帧 当他统一了这些部落之后 又经过了连年的征伐 他开始统一了松华江流域 和长阀山以北的这些地区 我想明朝在当时的东北地区 一定是有自己的军事力量 军政治存在 他不可能不知道 也不可能不察觉 像诺尔哈士这样大的一些个政治军事动作 之所以一直都没有反应他 没有把这个势力扼杀在摇篮之中 是因为当时万历年间 明朝的这个政治势力 是由文官集团组成的 文官集团一直是争吵不休 分主战和主和两个派 每天都对这个事情进行讨论 拿不定主意 所以导致延误 这个诺尔哈士就是利用了这个空间 他大力的发展了自己的军事力量 那么到了天命三年 1618年 努尔哈士以七大恨为名 起兵 反明 他最有名的一场战役 也就是在1618年的时候 撒尔虎之战 那么这一战呢 他是大不错 明军 明军呢 从自己的国内的江西 江南 还有山东 河北 这些个京城附近 纠结了12万大军 对外说是20万大军 号称47万大军 分四路 剿灭 努尔哈士后金政权 那么这个 这期间呢 有一个小故事 也就是杨稿率领他的东吴大军 在渡过混合的时候 他要安营扎寨 那么士兵就举着那个火把 那么探子就探到了 这个努尔哈士后金的政权 探子探到了这个消息 就回来禀告努尔哈士 吓得当时这个探子脸色都白了 他说这个火把呀说秘如繁星啊 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这么多 但努尔哈士听完了这个消息之后啊 就也没有什么过多的反应 倒头就大睡 而且是呼呼大睡 但是醒来之后呢 他就带着自己的这些个贝勒 阿格门 就去祭天 然后就去出兵 大破明军 这个我们就 后来就有人问努尔哈士 说你听到这个消息 为什么当时就没有这么过激的反应呢 努尔哈士说 我知道他们迟早要来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 现在既然已经来了 那我也就放心了 就说明他这个临阵的这种应对的状态 心理素质是非常过硬的 有时候打仗的话 你一定是这个素质很好 那么当通过了撒尔虎之战之后 那么明朝和后金政权 在东北的势力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这个时候明朝 现在这个主要的兵力已经都没有了 那么在天命十一年 1626年努尔哈士率领大军进攻宁远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呢 他遇上了袁冲焕 袁冲焕是去不出城 用红衣大炮进行射击 这个红衣大炮 不是咱们清朝中国自己首先发明的 是当时在广州那边 打捞上来了很多的葡萄牙的战船 这个战船上有很多这样的大炮 那么当时广州的这些个官兵 就把这些个大炮运送到了北京 北京留了一部分 然后剩下的都交给关外了 袁冲焕就是这一些重创了诺尔哈士 导致最后诺尔哈士去世 也是因为他这个问题 那么到后来黄太极 村变蒙古 然后这个这个势力入关 诺尔哈士这个多巴尔滚入关 顺制定都北京 那么几代人的努力 最后换来了一代人的战方 我一直都说这个 诺尔哈士为清朝的这种发展 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他不但扩大了自己的版图面积 而且在这个期间 他还创建了使用了满洲八旗 这个制度非常不错 就是出则如为兵 入则我耕作 入则可以为民 那么在他多次攻打作战当中 使用是赏罚的制度 这个赏罚制度 就比如说你打下一座城 我可以给你赏赏赢几千两 这个制度我们现在也能想出来 但是诺尔哈士并不是这么做的 他是怎么做 他是要赏赢 给这个人进行赏 人的时候赏的是一个爵位 而且这个爵位是世代往袭 世代继承 也就是你自己不是在为自己作战 而是为你的家族作战 所以每个人都充满了力量 战斗力就颇强 而且在这个时候 他还借助了满文 借助了蒙文 而创建了满文 这个事情不得了 就一个民族 如果他有了自己的文字 那他就有了自己的文明 他就可以得到足够的流传 所以我们说 挪尔哈士为满族的兴起 为清朝的定督北京 他立下了不是之功 对于中国人来说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责任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 都是这样鲜活相传 咱们就以建国的这个时间为起点 那么我父亲 我祖父那一代的他们的责任 就是可能是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我父亲这一代的责任 可能就是使在城市当中生活的 我们实现脱贫 可能我这一代的责任 就是使我们现在有的生活家庭 能够实现小康 到我们下一代的责任 他可能是实现支付 就是这样一代推着一代的走 每一代都有自己不同的责任 那么中国的江湖 面积是非常大的 在每个地区 他也都有着自己不同的风俗习惯 天津这座曾经的帝洛 的门户 也有着一些个无数的传奇 有着自己的兴衰 有着自己的故事 那么天津或者是外地的人都会知道天津有八大怪 首先这第一怪呢就是天津的婚礼习俗 都是安排在下落的 其实这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原因 因为在早先呢建国以前 咱们天津这个地方属于是一个码头城市 所以每天早上起来 天津人民是非常勤劳的 他都到码头去装团卸货 所以就想把这种像大型的这种婚礼习俗 全都安排在下午 久而久之 这就变成了一种民风了 就逐渐的流传下来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 生了孩子 老了败 这个现在你们都知道啊 应该是浮育一个孩子的成本 现在是非常高的 我们现在这些个80后啊 甚至于90后啊 都成为了这个社会的中流砥柱 每天都是奔波在金钱工作之间啊 这么照看孩子这个任务呢 自然而然的就落到了我们自己的老人的身上 那么时间久了呢 难免都会有一些个抱怨 这也可以理解 还是那句话 每一代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使命 也有都有自己在每一个阶段的历史任务 我们现在作为子女 现在作为自己的任务 就是要拼命的赚钱啊 您可哪怕是透支自己的生命 要养育下一代人 为下一代人付出 而老人现在可能的任务呢 是他们就是看孩子 那么每一个人的任务呢 都是历史的选择 都是历史赋予给我们的这些个责任 如果我们呢 做着自己的这个任务 本质任务的时候 我们还在不断的抱怨 抱怨上天 为什么把这样的任务 交给我们去做 为什么让我们去承担 如此重大的这个历史责任 那么我想 这个抱怨是抱怨给谁听 那么是抱怨给上天 是抱怨给历史 所以我在这里的说的呢 有的一些个封建的思想 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啊 都应该装着鬼神 敬畏天地啊 也就是前人天地 后人收 在我们追逐自己的梦想的时候 其实是在为我们的后人努力 到了他们的那一代时候 他们会心存感激的 正是因为我们始终心存敬畏 心里装着鬼神 所以我们才会 敬敬艳艳 每一步都是静小深微的